歡迎收看 媽媽好神 媽媽好神 女女最難啟齒的心事 人美叫不美 大家都漂亮了 怎麼好意思講 這有三個角色 家庭也有對不對 如果是要脫掉襪子 全家人都會尖叫的那種 而且不只她喔 心意也是 不是嗎 妳上半身很優雅 下半身就是 她的表情嗎 其實她有個觀念 養跟象長腳沒有畫等號 對 是不一樣的 一個草鞋型是不會養的 不會養是要長她整隻腳 對 美女不怕變丑腳 最怕有一雙丑腳 今天請到四位好神媽媽 和兩位美女來賓 一起分享打造美族的技巧 到底如何保養腳底 當個美族美人 精彩內容馬上開始 最近有一個俗語說 如果我們聊的東西 很範圍很廣 就要從外太公 聊到內子公 對 像我們這種健康的節目 我們從賴粒頭 聊到腳趾頭 哇 為什麼要聊賴粒頭 還是腳趾頭 好久 好久 剛才這個梗想到都 你有沒有說 到底是我喔還是你喔 因為講得太好了 我們今天要聊的 就是腳趾頭 哎呀 女生的腳很重要 對不對 人家說說 女生的腳是第二張臉 真的嗎 對啊 誰說的 以前的人嗎 沒有 我小小的人 小小小就這樣子 總不能給人家看到 我腳如果給人家看到 我就要嫁給你 欸我跟你同一個放送室 你現在要看我腳 你有沒有娶我啊 不要 沒有那麼誇張啦 今天我們來賓跟專家 每個人都露出眉腿啊 是 所以大家就是 這個時代不用看腳就娶人 好不好 但是有時候娶回家才發現 哎呀完了 這個女孩漂亮漂亮怎麼有 奇怪的腳的一些問題 所以我們今天講 三個跟腳有關的話題 是的 第一個是什麼呢 明明不是香港人 卻有香港人 你就叫我怎麼講啊 這句話有一點點 有一點點歧視的味道 對啊 對啊 那種漂亮漂亮怎麼好意思講 這有香港人 有香港人 對不對 真的假的 對啊 因為我是NATO 就是都要漂漂亮亮的 但是我就是有香港腳 哎呀 這個屏幕真的黑色人啊 真的我有香港腳 因為我就是在學校 就是學生時期的時候 就要長期就是穿鞋子 然後就要包著 然後我是那種一緊張 就會流腳汗的人 然後就會很濕 然後又很癢 味道非常的驚人 就像小新的爸爸一樣 就是我只要脫掉的話 脫掉襪子 全家人都會尖叫的那種 所以我很怕 我很怕 我很怕我香鋼腳的味道 被同學發現 所以我只要上鋼琴課的時候 我就會趕快把鞋子脫掉 然後去廁所先洗乾淨 喔 洗腳 香香我才敢進教室 真的 像這種狀況真的很 很尷尬 對 就是 不確實有點困難 不要漂亮的人對不對 而且不只他喔 心意也是 對 我覺得這節目呢 為什麼要逼我們 就是在這裡公布 對啊 對啊 好 我要承認 我也有 曾經得過香港腳 哎呀 劇情都發生在我懷孕的時候 喔 我知道 因為洗不到 有道理 洗不到 對啊 沒有為什麼會得呢 因為那時候懷孕的時候 不是腳都會腫很大嗎 然後呢我那時候出門的時候 就很不喜歡穿襪子 因為穿了襪子 再穿鞋子我就覺得很緊 所以呢我就不喜歡穿襪子 於是乎呢 我就這樣子不穿襪子好一陣子之後 我就發現 我居然得了香港腳 然後呢 有一次真的超尷尬 我就跟我的就是老公 去參加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飯局 我穿了一雙很漂亮斷面的鞋子 哎呀 然後結果沒想到那天居然給我下大雨 我穿了斷面的鞋子 你知道很容易進水 喔 那時候我整個鞋子都是水 回了 對 我跟你講為什麼呢 因為我的香港腳就在這個時候 大復發 喔 很癢 然後在整個飯局上 你懂那種心情嗎 我知道 你上半身很優雅 下半身就是 很難 你懂表情嗎 你懂嗎 不是 說面上很活躍的兩隻 對 你就把鞋子推上 然後錄一下那個腳背有沒有 我的天 真的 對 那不相錄一下就好啦 不是我那時候真的覺得我很難受 因為我 我腳下是癢的 我內心是苦的 喔 他講到癢裡面 我都覺得忍不住癢 癢就起來了 然後我那天就知道呢 絕對呢 不能夠穿鞋 然後不穿襪 我之後就趕快乖乖把襪穿 可是我說真的 高關鞋怎麼可能 怎麼穿 我們都要穿襪 對啊 所以其實像這種行為 真的會引起媽媽們的心肯搖 真的 因為台灣是海島型氣候 所以鞋子如果每天啊 每天都穿同一雙 或是像剛剛那樣 有進水 其實一個很潮濕的環境 黴菌非常容易生長 所以襄羊腳就來了 那所以穿襪子真的可以有改善嗎 因為你們每天洗襪子 你不會每天洗鞋子啊 鞋子 對 因為像你有襄羊腳裡面 可能掉了一些屑屑 然後有病人不知道 每天掉每天掉 那鞋子裡面藏了多少黴菌 還是要定期啦 我是建議如果說 像高跟鞋有的很漂亮 那你沒辦法 你可以穿隱形襪啊 薄的啊 至少你可以天天換洗 因為沒有人那麼認真 會每天去換鞋墊啊 去裡面刷 外面都懶得刷 對不對 所以還是建議要穿襪子 我完全打中我的心欸 因為我之前就是 我一個禮拜大概要 兩天至三天的外景 然後你也知道外景就是 它就是喜歡看你 風吹日曬雨淋 上山下 對就是要上山下海 然後我那時候印象非常深刻 就是有一次我去 一去他就說 來我們今天溯西 哎呀 然後因為 我是主持人 其實我沒有那種很 很專業的配備 所以我必須是跟店家借 溯西的鞋子 那個我都不知道多少人 首先呢 那個鞋子其實不知道多少人穿過 對啊 oh my god 然後可是沒辦法 你要主持啊 不能不穿吧 就這樣套上去 然後就開始溯西了 好不容易整個 就是行程拍完之後回來 我發現我的鞋子跟襪子 可是濕的 為什麼 因為我放在旁邊 就是類似瀑布旁邊 就是 它就是水氣很重 了解 可能拍個兩個小時後來 哇 它不是濕 它是潮潮的 就有點正 心形的那一種 然後可是沒辦法 我要去下一個點啊 然後我就這樣 襪子也穿上去 鞋子穿上去 好不舒服 沒辦法 就是加上剛剛那個 溯西的鞋子的不適感 然後再加上鞋子 像襪子穿上去之後 我想說完了完了 可是 就是日鎮當中 你還是得拍 就是整個這樣悶在那邊 悶了一天 然後你外景其實 下來可能 收工都是八九點 對 Oh my God 哇 真的 Oh my God 因為我回去飯店 一脫下來啊 其實老實說 我不知道它到底 是不是香港腳 可是我的腳的 縫縫 跟邊邊 超癢 就是 紅跟癢 然後你就是會 一直想要就是 去摳 抓吧 不知道那是不是香港腳 然後隔天錄影啊 因為你在 我在對著鏡頭講 我們現在是不是在介紹東西 可是你腳很癢 是不是只能這樣做 我跟你講就是 然後 你們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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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很癢啊 所以我也不知道 到底是什麼 反正我整個腳 旁邊縫縫全部都是 以前剛剛說 非常癢這件事情啊 有些類型會很癢 那像指縫型 水泡型 它都會非常癢 那還有一種是 加細菌這種 爛爛的 糜爛型的 希望它都吃飽 好酷喔 剛剛 剛剛我們在討論的時候說 怎麼會有人這麼嚴重 真的有些人就是 或者是它有糖尿病啊什麼 所以 其實香港腳是很危險的 大家不要輕忽它 那最後一個 是不會癢的 就因為它不會癢 它香港腳不一定會癢 所以它不會癢 所以它長到整隻腳 蜜蜜媽媽 這邊有準備一隻腳 蜜蜜媽媽 蜜蜜媽媽 好噁心喔 但是因為腳質啊 梅俊在它的腳質成長了一層 蜜蜜媽媽 像生的鞋子 對 所以這叫草鞋型 草鞋就是它不會癢 它才有辦法長的整隻腳都是 那它也不覺得它是喔 它就會來看醫生的時候 像我們這種看比較久的 皮膚醫師就會說 你這個是香港腳 他說我不會癢 為什麼我是香港腳 其實大家有一個觀念 跟香港腳沒有畫等號 是不一樣的 那你們如果真的遇到這種狀況 你那時候是怎麼治癢 你怎麼治癢 因為我就是很怕被同學取笑 所以我回到家的時候 我就會問大人說 到底有什麼辦法 可以治我的香港腳 因為我就不想被人家發現 然後我阿嬤就說 這很簡單 因為我們家那時候賣茶葉 就是開茶行 然後她就講說 你可以泡那個高山清的茶葉啊 所以我那時候都會 泡高山清的草葉泡腳 然後泡腳丸我也會拿茶葉 曬乾 就是烤過曬乾之後 塞在鞋子裡面 然後曬太陽 然後阿嬤教的我都試了 但是我真的覺得有效 就是有除臭 然後有比較改善 就比較已經慢慢好了 茶葉水是有一點殺菌的效果 但是它畢竟如果說 你是有黴菌的話 茶葉是對細菌這一塊比較有效 所以剛剛說你臭的部分 有一部分是細菌嘛 那如果是黴菌 大部分還是要擦黴菌的藥膏 比較有效 對 所以你的泡茶葉水啦 或是塞茶葉 去那個吸收它的濕氣是OK 但是它針對細菌這一塊比較有效 對 那我通關院沒有加薪那麼嚴重 趕快 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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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它是嚴重 所以我那時候要舒緩的作用呢 我就是去泡那個熱水 就是泡腳 然後我都會把水泡到大概在小腿肚這邊 然後就很舒服 每天泡大概5到15分鐘 然後水溫呢 就大概比一般熱水再燙一點點 我覺得就可以很有效的舒緩 那個很癢的感覺 然後呢 因為我就是覺得說 我都是因為鞋子裡面 可能潮濕嘛 所以才會一直讓它復發 所以我每次出門之前 我就會灑那個爽生粉 對 在這個鞋子裡面 就讓它保持乾燥 然後還有一招呢 是我朋友推薦我的 他就說呢 你可以在夏天的時候 去採那個砂 然後有一次呢 我就是在夏天到了 然後日正當中 我就想說 這去採那個砂 一定可以砂菌對不對 我就兩腳踩兩下之後呢 我跟你講 根本沒有用 太燙了 所以你就是用熱水泡就對了 然後用熱的方法 包括沙子這樣 對 這個方法有效嗎 因為我知道很多人好像真的會去採沙子 對 採沙子的真的有 但是 十個採九個燙到 對啊 最後變燙傷了 真的會好 因為它就是 角質層整個都被燙掉了 所以 這時候我們請出我們的 這個模型 角質層的地方啊 其實 梅菌它 皮鹹菌喜歡在角質層 最外面這裡 它裡面它不喜歡 所以當你去採 踩到你已經二度燙傷的時候 它已經沒有環境可以生存 它就一起死掉 就是 遇襲俱焚 對 用這麼猛烈的一個方法 但是以前可能沒有藥膏 我們會用這樣一個方式 古早的智慧嘛 但是現在有藥膏就不要去燙 那至於泡熱水效果中等啦 但是也不是一個標準 那爽生粉的部分呢 是爽生粉的質地比較有一些問題 因為前陣子有一些新聞 所以如果是屬於一些 可能會吸進肺裡面 我們沒有那麼鼓勵 那你替代的 反正是廚房那個 小蘇打粉 它直接撒在鞋子裡面 它一樣有吸濕的一個效果 不過這些都是配角 就是說幫助你快一點 在一個乾燥的環境下會比較好 對 剛才女生們在講到 自己得香港小的時候 都會很害羞 覺得女生得香港小的時候 對啊 天氣不容的事情 天氣不容的事情 那之前有個美女 美女皮膚科醫師啊 有一次他就說 那時候覺得有一次想說 自己腳底 怎麼好像長了一個奇怪的水泡 還幹嘛 就去問他的學長說 學長你看我腳裡長這個 學長看著看 香港腳啊 怎麼可能 然後後來想一想 回想自己什麼原因 他說第一 他發現除了剛剛講的 失鞋子之外 他覺得自己有一個 什麼情況下可能感染 他說 因為他很愛去那種 spa center 然後他說 有時候一些 三溫暖或什麼 然後泡腳或什麼 旁邊都是濕濕的 然後有時候 就刺腳走來走去 其實他說 那個也是一個很好的環境 前面那個人鑄死 就是香港腳 又不好好的治療 又刺腳走來走去 你這樣走走 他細菌還要上來 那你不容易擦乾 鞋子一套回來 就中了 所以他自己思考之後 他就決定自己也不去 那個spa center 所以 不論你是不是美女 你是不是怎麼樣 這個也要注意 還是有可能中 那中了真的不要自己亂來 因為有些人會想說 擋別人的那個香港腳 要找藥來吃 因為覺得自己害羞去買 覺得要承認自己是香港人 對 可是事實上那個藥之前 有人一吃結果 後來是肝臟發炎 肝指數大爆發 因為他可能本來 肝臟根本來就沒有很好 然後吃這個藥 是要監視你的肝功能 可是因為他是 擋別人的東西來吃 你知道嗎 結果後來他真的因為這樣 住院住很久 而且還拿不到藥害給付 因為他是自己吃的 其實我建議大家 就是準備好幾雙鞋子來替換 不要覺得這雙很好穿 整個星期一到星期天都穿它 那裡面的濕氣 其實它沒有完全的散發 那第二記得要穿襪子 要穿襪子 那襪子要洗喔 沒有洗 有穿襪子沒有洗 真的 都穿用衣服 對 然後第三個就是說 當然如果你常常有去 剛剛說這些公共場合 要穿自己的鞋子 或拖鞋會比較好 那醫生我想問一下 我之前去出外景 我採訪過去陽明山出外景 然後就會有那種 阿公啊 他們就是立頭 降降降降的時候 他們就會去坐那個公車上去 泡硫磺拳 對 然後硫磺拳 他就說我的卡古原本可能 蹲不下去阿 蹲下去爬不起來 或者是香港腳 就泡那個硫磺拳 泡到好 所以是真的嗎 呃 硫磺本身它是有收斂的效果 那其實在我們的藥物裡面 有一個叫沉澱瘤 那它有抑菌的效果 所以 的確它有一些藥物的這個治療效果 但是 喔 是喔 跟專醫的治療皮血菌的那些藥膏來比的話 它效率還是大概一半而已 但是 其實硫磺拳旁邊有標 如果有 是不可以靠的 對啊 這什麼東西 不可以靠 那天他也會沒有看到 對 其實我有問題 我有問題 那 我有個朋友 有個朋友 不好意思 家裡有人有香港腳 然後他們一起洗衣服 是 可是他就發現他的內褲穿起來 會蓋邊癢癢的 對 有可能 有可能 像我們有遇過一個 兩歲小朋友啊 他得香港腳 然後他媽媽就很生氣 因為就是兇手就是他爸爸 對 因為其實家裡有一個人有啊 其實他的那個 如果你有擔心的話 他的襪子可以先分開洗 那 香港腳不智會怎麼樣 他有可能腳抓抓 然後剛好褲子 褲頭掉了抓一下 這邊這個 骨險都會來了 骨險 提險 甚至有在臉上 所以險是喜歡 全身到處都可以的 好 這是醜腳一 來看看醜腳二 醜腳二是什麼問題呢 走步向冬季彥哥 雪花隨風飄 最應景聖誕節 比較後來的風飄 我呢 不想承認也不行啊 因為呢你知道其實呢 男生這個雪花隨風飄的情況是更加嚴重 然後你知道其實呢 我每次我們在家的時候 我都是會先上床睡覺的那一個 然後呢我老公會玩我兩個小時進來 進來之後呢他其實就會故意鬧我 因為我睡著他就會 故意拿他的腳磨我 然後我每次被他一磨我就會驚喜 因為他的腳就很像菜瓜布 然後呢就是那種 因為男生腳都這樣很粗糙啊 然後呢後來我就是 有一次呢我就想說 欸他先睡了 該我了該我了 然後所以我進來之後呢 我就開始瘋狂的磨他 他整個是跳起來的 然後他就說我就說 你幹嘛 你做夢喔 然後他就說 不是你的腳 我的腳怎樣 我的腳由你腳可怕嗎 你腳是菜瓜布 他說我的腳是那個鐵刷 更猛 對就是更猛 然後我才驚覺說 我一摸我才以為說 女生其實不會有這個腳皮很厚 或者是很像很粗糙的問題 我才一摸發現 哇真的會叉叉 就是很像那種鬍渣 整個是叉叉的感覺 我本身是不太穿襪子的人 因為我基本上不太 漢線不發達 所以我不太會流汗 所以我其實穿布鞋 穿雪靴穿什麼都不穿襪子 然後我又特別熱愛穿假腳拖跟拖鞋 其實 然後有一次我回去歐洲 但是歐洲是非常乾燥的國家 對 那我已經忽略到這一點 就是只帶了保養品很油膩的很保濕的 那我忽略到保養我的腳 那時候歐洲夏天我就穿假腳拖 跟這些涼鞋出去 結果後來在歐洲的時候 然後大概兩個禮拜左右 我就發現我的腳後跟 很明顯 那後跟是黑黑的 因為我的腳腳拖是黑色的 我就因為我穿黑色的拖鞋 它好像顏色會吃進去你的皮 所以你也就 就有點像是這樣 一條一條一條的 像那個老人的那個這樣子 尾巴皺紋 然後一條一條 然後脫皮 然後黑黑髒髒的 然後我在歐洲跟家人聚餐的時候 在室內 然後要拖鞋 我就整個超沒有自信很 就非常不好意思 因為你的腳就好像 比我婆婆的腳還要上了一條 臭腳跟 那真的很糗 那竟然這樣子不會痛嗎 其實它已經 我覺得它已經乾到 你會覺得很不舒服 會有點癢 會有點癢那個細紋的地方 其實有些像我媽媽也是 她就是軍裂到 會其實尤其冬天的時候 她如果在洗衣服洗比較久 她其實會 因為她會不會手這樣 很痛 我本身就是有這個經驗 我只能說 為什麼我要這樣子 為什麼我要這樣子 夏天 就是很容易有香港腳的問題 到了冬天 就很容易有腳均裂的問題 真的 就是呢 我有一次也是腳均裂 因為我以前年輕的時候呢 這個保養都做一半 就只知道臉要保養 然後也不會想到說 腳要去做什麼保養 所以也沒有擦什麼乳液什麼的 然後到冬天的時候 腳就很乾很乾 然後呢就像剛剛欣妮姐講的一樣 就是整個都是軍裂 有一次呢我的腳底板 就在我的腳底板 已經有三個地方就是脫皮 軍裂 然後呢那天我還跟朋友出去逛街 想說一點點好像還好 我也沒有用什麼OK縫黏起來都沒有 我就走路走了一整天喔 然後一直流血 然後你知道那種乾的軍裂是很痛的 不是那種就是你知道的摩擦是 那種爆開的 太乾了 對太乾了 然後那幾天我真的是 真的沒辦法走路 我只要這樣一碰到就痛 一碰到就痛 我先補充一下 為什麼它會乾就會裂 其實大家知道蛋糕跟餅乾 餅乾是不是一撥它就會裂 因為裡面水分很少 蛋糕裡面有水分 所以你稍微凹它 它還不會馬上斷裂 所以當你夏天的時候 你水分還夠 你就是一個蛋糕 你不一定會裂 那冬天它已經呈現一個餅乾的狀態了 你的角質層裡面 其實正常的角質層裡面 還有一點水分 一點油分 那可能非常乾的時候 它就想 你就把它想成有一層餅乾 在你的腳底 再加上第二個就是 像吸引剛剛走一整天 走一整天下來它就開始裂 那裂的話 如果裂到真皮的前部 你可能還不會痛 不會流血 裂到深部 裂到真皮的深部的時候 已經快到山部的那種感覺的時候 你就會流血 然後就會很不舒服 可是這時候 其實災情都已經很嚴重了 所以如果已經真的裂到流血 不要自己再去修它 撿它 就是還是要看醫生擦個藥 然後要休息 因為我只是從得香鋼腳之後 我不允許我的腳 就是再有任何問題 我就開始愛漂亮也會保養到腳 我就會包 就是用竹膜 然後包 然後去腳質 就拋著腳 所以那個竹膜是去腳質 不是濕潤它的就對了 是會脫皮的那種 對 會脫皮的去腳質那種 然後我去完腳質之後呢 我會用植入性的橄欖油 泡腳底 因為我覺得橄欖油它的那個油 可以就是滋入我的皮膚 然後還有保濕的效果 可是那個竹膜我真的要很小心 因為我也是腳味那個俊烈的人 然後我之前就想說去巴黎島啊 我常就是都要穿夾腳 之後我就這樣 那後面烈烈不好看 人家跟我說竹膜很厲害 可是我跟你講 他們說只要7天以後咧 那就會脫皮 對 對 我可以說我好像泡的時間不夠 我大概10天以後才脫皮 10天以後剛好是 我去巴黎島 他是不是很大片的 很大片的 他不是怎麼樣 他是那個 就很像那個脫皮 像那個腳一樣 所以我去按SPA的時候 我就說 我說 然後他們聽不到 我說 我說 所以我就說 I'm not come from 衝衝 好 我幫她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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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講 我覺得抽到我那個 都覺得自己很衰 他很衰 然後抽到我那個 我都覺得她要進我 進房間的時候 對我跟旁邊的人 覺得很衰 很糗 如果我要補充一下 因為真的是 運氣的問題 就是她之前沒有控制 一開始在我們台灣販售的時候 很多濃度沒有控制 所以我這邊有很多 敷了然後很貪心 想說一塊這麼多敷久一點 然後整個大脫皮過敏的 所以她的濃度 還有她的成分 以及使用時間 都要非常小心 再來如果你的腳 真的不是腳質太厚 也不要這麼苛求她 因為其實你的腳質層 如果整個被它破壞得太深的話 你沒有辦法掌握 你就會受傷 所以竹膜們 比較鼓勵 就是你在用的話 要很小心 那沒有特別的症狀 不用特別去用它 我剛才有說我們那個腳質層 有水跟油 所以其實它滋潤之後 其實洗完澡的時候 有泡水之後 你再加一點油鎖水是可以的 但是感染油的問題是 它是植物油 所以第一個是它的那個 價格比較貴 那第二個就是說 可能你要注意 如果它有酸敗的話 有一些氧化現象就不能用 所以那個油如果聞起來 怪怪的時候就是不可以的 有沒有比較便宜 泡比較便宜的東西有沒有 有有有 像我呢 我泡 我呢 我也是非常認真在保養我的腳 因為我知道我的腳先天 長得不是很好看 上次有在日本節目給大家看過 然後呢 其實我非常用心在我的腳上 例如呢 人家泡 晚上回家會泡熱水 我不是 我是泡加熱過的啤酒 因為你知道啤酒呢 你不能找水果啤酒 因為那會太甜 會吸引螞蟻 或有的沒有 你就是要深啤酒 或者是黑啤酒 放微波爐給它加熱 就熱熱的 然後開始泡 因為啤酒本來就有軟化腳趾的功效 或者是有些人會拿來護髮啊 反正就這樣 泡完之後呢 你就開始覺得它已經軟化 你很厚的腳趾都軟化 我就會用這個 就是去腳皮的東西 喔 哇 然後後來呢 我發現不夠 我就去買這種很像剉槍的 對 剉槍 就是這個就是比較爽 那就很多穴會下來 對對對 就是很像剉槍 就是如果你真的比較厚 你就買這種鐵的剉槍的 然後或者是這種 這兩個東西都這樣在吃 哇 你說像工人在磨那個 對 然後那個是剉小 然後或者是這種電動的 你就不用用手 它就自動會幫你 其實它這個還蠻溫和的啦 幫你微微的把那個角質去掉之後 我就會用一般的面膜 然後把它纏繞兩層 那我的臉呢 我就會敷這種 這是純膜 這是純膜耶 這是純膜耶 這是純膜 就是你在家 比如說我現在看電視 我是不是在敷腳 然後我就會同步 嗯嗯嗯 敷了之後呢 你看 你卸掉了嘛 你卸掉了對不對 我腳卸掉了對不對 我就會把它拿來 敷腳後跟 哇 哇 因為你看 這樣也可以 而且它其實是 剛剛好啊 它其實是跳舞 因為你知道其實 欸我鏡頭拍不到 它有點像矽膠的感覺 對 因為你知道其實像這種 凝膠式的 果凍膠的 它其實你敷完嘴巴15分鐘之後呢 你拿掉它其實還是洞洞的 你把它丟掉有點浪費 然後你就可以把它敷在你的腳後跟 臉上有一些面膜 你如果敷過你拿回去冰 其實會有細菌的問題 所以我們不鼓勵你 所以我們最後給它敷腳啊 但是腳也不是那麼 那個 劍的地方啊 就是 你怎麼在講什麼 我講話被密集了 被密集了 被密集了 然後就是說 我們要提 因為其實 面膜最大問題是含菌量 你如果今天你拆開來用了以後 其實它已經接觸空氣 細菌就開始滋生了 所以如果這時候你的腳 是完整還沒關係 可是如果它真的本來有點像 然後有點小小的傷口 很肉眼看不到的 你再去把那個敷過的拿來敷它 就有點含菌量增加 那細菌容易入侵 所以它很小心 就是愛美不成 結果你本來是 為了要一個讓它更漂亮的 結果反而讓它養它更多細菌 所以是不行的 那像它有啤酒是OK的嗎 啤酒可以啦 可是通常是拿來喝啦 應該啤酒來油成本低喔 必須 就是一個另類的一個方式 有紓壓的感覺 那像它剛剛那個搓的東西 我們比較沒有那麼鼓勵 為什麼它 每個人力道不同 對 然後它覺得它很輕 可是其實超大力的 對 所以在刮的時候 你不知道哪一個是你的終點 然後有人就越刮 覺得怎麼一直沒有辦法 就是怎麼刮怎麼油 它就一直停不了 一直掉 對 所以還是要很小心啦 那一般我們可以用 符石 然後符石比較溫和 輕輕的洗完澡的時候 輕輕的修一下就好 對 那重點是 為什麼它會油 對 重點你要治根本 不是治標 它之所以一直產生 就是因為你可能走太多路 鞋子的形狀不正確 或是你的濕力 濕力點不太對 那它就會一直有這些 屑屑跟厚皮 對 通常很多人都是跟方雨 或一般人想說 覺得腳好像它既然那麼厚了 就是敷久一點應該是OK的 對 就覺得反正它那麼厚又沒感覺 所以之前有一個人 他就是一樣喔 就是弄了以後 厚厚厚密密的 就用什麼那個保鮮膜把它包起來 然後他就覺得說 應該把它放置久一點 至少隔夜 Overnight或幹嘛 他才能真正吸收進去 結果後來沒發現 就是第二天拆掉的時候 腳底還好 可是他腳背這個部分 全部都紅起來 開始覺得很不舒服 然後就覺得有點疼痛 那就給醫生看 醫生就說 可能有點那種叫做 接觸性的皮膚炎 就是你過度用一些東西 刺激它太久 反而造成它的發炎反應 所以重複一次 再一次講的話 你的腳沒有你想像中的那個 那個 可以後製把它卡住 細心的呵護他 不要覺得你可以暴力的對方 放很久 放很厚 很兇 認為他就是要那麼暴力才能那個 一般的護理方法來說很安全 那他們說 在家一定要穿拖鞋 不要光腳藥才不會軍裂 是有這種說法 會有一些幫助 因為其實古時候的人 就是我們爸爸媽媽的小時候 是不是沒有鞋子穿 那他們在走路的時候 都是赤腳走路 包括走到外面 那我們腳自然而然 就會產生一層硬皮來保護它 所以它是一個保護措施 但是如果你在家時間很短 然後也不常走路 那麼一下下應該是還好 哎呀 還有什麼樣的醜腳問題 第三個是什麼呢 我跟你講 基眼根本就是高跟鞋的敵人 對 像我以前在上班的時候 我就很喜歡穿高跟鞋 因為這樣覺得自己很漂亮那樣子 然後天天都會 踩七公分以上的鞋 哇 對 真的 然後那時候愛漂亮啊 所以就每天這樣穿再久喔 跑上跑下都不會覺得 然後有時候為了要好看對不對 那不合腳的鞋子 還硬給它塞進去 結果好啦 這樣走下來之後呢 回到家裡就發現 那個前腳的那個腳底板 就開始長雞眼了 對 然後可是到第二天上班的時候 我還是要穿高跟鞋 然後再踩 好痛喔 這樣走路的時候 都覺得有釘子在腳上 對 根本就是寸步難行 無法走路了 真的 其實為什麼會長雞眼 這是我們也是 跟腳底的瘦掉 它的壓力有關係 你把大部分的重量 其實我們的腳球都有固定 百分之五十在這邊的重量 這是分百分之剩下三十 然後再繼續分 但是當我們穿高跟鞋的時候 大部分的重量 腳跟沒有辦法吸收 它就跑來前面 所以它硬硬壓力就會產生一顆硬硬的 所以叫肌炎 一顆 那顆東西其實是摳得掉 可是如果你繼續穿高跟鞋 繼續壓它 它又會再產生 所以你只是摳掉它沒有用 那可能找皮膚科醫師幫你做個冷凍治療 但是後續你可能就要穿氣墊的 然後找一些形狀不同 每天換穿 這樣子可能就比較不會 那麼快又產生那個肌炎 要不然一般常見就是這個位置 對 或是大拇指側邊 小拇指側邊 或是頭太肩長在第四肢的側邊 這些位置都是蠻常見的肌炎的位置 對 在此後檢跟肌炎是同一詞嗎 它只是程度上不同 一顆 一顆像一個眼睛一樣的叫肌炎 它就是一顆 那如果後檢大概是一片的 對一大片的 所以後檢大部分是大腳球這裡 或是腳跟這裡比較會一片 然後大家以為女生穿高跟鞋對不對 對 沒有那個金融界啊 男生喜歡穿尖頭的那種 我也看過男生會長肌炎的 所以它絕對是跟你的腳的壓力有關係 那它會傳染嗎 這個肌炎 它不會傳染 但是它跟另外一個病很像會傳染 叫做油 一個病字旁的油 台語叫肥蘭茄 就是肥蘭茄 但它不是 它是一個人類乳突病毒 它就是會傳來傳去的 那肌炎不會 肌炎就是一顆 所以有人他自己長油 他以為他長肌炎 結果來看已經變十幾二十 那我們要怎麼分辨 其實很簡單 你看它有沒有像胡椒鹽一樣 如果有的話它就是油 像我的話我那個時候也是拿剪刀 先把肌炎剪開 然後我在外面買那個水洋酸的藥水 對 我跟你講好像那個整個不能點太多 因為我真的太心急想說要趕快好 趕快再穿高跟鞋 所以我就整個倒太多下去 然後我就整個尖叫 因為那太刺激 然後我覺得我的皮膚都已經紅了 好像是灼傷 對 根本痛到完全無法走路 然後結果我就去買那個肌炎貼 給它貼一下有稍微好一點 可是不貼它又開始變厚 所以最後還真的是去找了皮膚科醫師 然後醫生就給我做那個冷凍 稍微治療噴一下下 然後幾個禮拜之後 其實也就慢慢就好了 所以這些方法其實都不要再複製 對 我們比較不鼓勵用剪刀去剪 十個剪十個都拿會很低 因為你沒有受過專業的訓練 知道刮到哪裡要停 那再來就是說 我們有時候刮完會幫你就是噴這個液態袋 它就是讓你不要那麼快又形成 如果真的沒有辦法就醫的話 肌炎貼布我覺得可以 至少它是一個比較溫和的脫落 肌炎貼布是真的可以讓它貼起來嗎 其實肌炎貼布裡面也是水洋酸 大家不要怕 水洋酸濃度有分高跟低 那這種居家使用濃度都不會太高 但濃度比較高是剛剛那個低的 低的那個叫克油 它腐蝕的效果其實是有一定的 所以像有時候在 我們剛說那個會傳染的油的治療 我會叫它回家也點 但是媽媽如果太心急 然後那個就會一大片 旁邊就是 你本來炸掉市民區 整個台北市都被炸掉 就不需要 不需要把整個台北市炸掉 這個腳真的要很小心 因為我印象最深刻是 有一個醫療糾紛 光是一個醫生實習醫生 他是幫一個患者剪指甲的時候 不小心剪到一點點 結果後來那個人因為感染死掉了 他剪到 他因為那個老人家本來就有糖尿病 所以他整個免疫什麼都很差 然後正常人可能剪到你會怎樣 那他那時候想說 好像都沒有做好腳底的維護 就幫他剪 沒想到就這麼一剪 只是不小心剪到一點點 就死了 所以我覺得腳底真的這個 我看過很多那個人 我們那個朋友自己剪肌眼都瘋了 好像那個不是自己的肉 哇好深喔 那後來都流血 我覺得那個是因為年輕人 你的抵抗力很好 你遇到這種一次就要命 真的 所以我們到底平常 我們想要腳美美的 除了做保養之外 還有什麼生活習慣 我們可以從日常生活改進 這邊就給大家一個提點 就是定期更換你的鞋子 然後每天穿不同霜 那保持乾爽 還有一個小蜜訣 洗完小可以用冷風 稍微把它吹乾 不要熱風喔 冷風風 吹乾 那如果說屬於比較乾燥類型的話 就不用吹 你就是擦乾之後 傷點乳液 護足霜 然後按摩一下 這樣子對腳是最好的保養 哇 今天認識了醜腳的那麼多 其實就像大家講的 他腳沒有那麼的低下 所以他這樣子都好像有複雜 好不好 我還是我們常常聽到 就是小朋友扁桃先發音 扁桃先發音 就想說要不要這個東西 就乾脆割掉 割掉是不是就不會發炎 所以我真的一定要割掉嗎 這是骨修的做法 你知道那個年代 其實骨修平常 其實骨修平常 對啊 以前 但後來漸漸我們發現 這個手術本身 雖然也許 不會帶給你長久太大的危害 可是我們不知道 但至少在當下是會痛 你要麻醉 你要手術 畢竟都還是有一些風險 然後痛好幾天流血 所以最後我們還是要折冬 對孩子沒有必要的傷害 我們可以做 好 那什麼時候我們會選擇要骨 第一件事情就是 你每一次的扁桃先的發言 至少要被證明是 CG感染 反覆的發作我們才要割 那反覆是什麼定義呢 你想想看會其實很多 反覆是一年七次 也太多了 那就真的很痛苦了對不對 那個割掉就合理了 太受影響了 或兩年 連續兩年都五次 就是五次五次這樣 或連續三年就是三次 就是三次三次三次這樣 所以這個標準是還滿嚴格的 為什麼我們要這個嚴格 是因為這種扁桃線 在小孩年紀小的時候 會特別的腫 特別容易感染 可是它明年會比今年好 後年會比明年好 所以一年會比一年好 那這樣的話我們其實 現在就把它割掉 那搞不好你不割明年 它也會比較好啊 這樣就滿可惜 所以才會有這種一年兩年三年 這個規定 那另外呢就是如果說 今天這個扁桃線 不是因為感染 讓你造成生活的困擾 而是因為它太腫了 腫到你晚上睡覺 會影響到 都吸不了氣 一直打呼 然後半夜會 呼吸中止會醒來的 這一類的孩子 我們就會請他 去做這個睡眠測試 我們用比較科學的方法 確定你晚上的睡眠 的確是不斷不斷被中斷 不斷地醒來 甚至有缺氧的狀況 那這樣的話 你就不用什麼 反覆發作幾次了 基本上你已經有睡眠 呼吸中止 你就把它處理掉 就這兩個原則 其他的我想 都可以再等一等 參考看看囉